男子坐牢15年,出狱后回村建大别墅成首富,民警调查后不淡定了,云南小伙坐牢15年,回家后摇身一变成千万富豪,不仅住上了四层大别墅,开豪车,还承包整个山头,坐拥六十头牛,一跃成为全村首富,可村里人却表示,小伙一家养牛厂很赚钱,能盖得起别墅很正常。 可警方还是感觉不对劲,蹲守三个月后,意外发现小伙背后隐藏着惊天大案,当场抓捕小伙一家三代,小伙不过是盖了栋别墅,为何被警方盯上,又是为何一家三代都被抓,设回万象。 齐文不断,欢迎订阅齐文齐谈录,说起庞城,忙是邦达村的人,那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想,在这个闭塞的小村子里,少有坐过牢的人,早在2002年,庞城就因为触犯刑罚,被判入于15年,要说这年头可不算短,尤其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,复兴人员重新回归社会,往往会面临与社会脱节的问题。 可庞城并没有这个困扰,自到2017年出狱后,他便在老家开了一个养牛厂,短短两三年,房子,车子,什么都有了,比别人打拼一辈子积累的财富都要多,而庞城的这些生活变化,其实早就被盲视边境管理部门注意到了。 我们往往认为,犯罪人员刑满释放后,警察就不会关注他们了,其实这是并不准确的,在实际执法过程中,警察也会定期观察服刑人员出狱后的生活动向。 庞城住在邦达村,村子里有43户村民,500多人,村民们平日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山村种植,进城务工,算下来平均年收入也不过五六千,虽说庞城在出狱后开了一家养殖厂,可他的养牛厂也不过六十几头牛,规模不算大。 顾着几个工人,挣来的钱远远承担不起他建别墅,买豪车的开销,庞城的四层别墅就花费不菲。 而且,庞城还给自己购买了豪车,这些花费严重超支,足以证明庞城的前来路有问题,也正是因此,盲视边境管理部门很是警觉,庞城财富如此异常,警方当即联想到, 他当年入狱也是因运输毒品而被判刑,莫不是庞城选择了重操就业,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,侦察人员在当地进行了走访,并开始在庞城家附近连日蹲守,他们一家都不怎么和村里人来往的,不过庞城外面朋友很多,经常有外地人来找他,从村民们那里,警方得来了一些信息。 庞城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但却有很多人来找他,有的是他的亲戚,经常三五个,七八个结伴而来,有的是不认识的外地人,而通过几天的蹲守,警方也发现,庞城家里的大门从来都是紧闭的。 来找他的那些人,也从不会在他家常时间逗留,经常待上一两个小时,甚至二三十分钟就出来了,最最关键的是,这些人来的时候,都没什么表情,走的时候却一脸轻松,嘴角的笑容压都压不住,这么奇怪的现象,自然逃不过警方的法眼。 因为云南边境地理位置特殊,且排走成也是个有前科的人员,警方不禁联想,庞城会不会已经重操就业,所以才突然有钱,很快,时间来到2020年4月中旬,蹲守庞城多日的民警发现,一直在家养精蓄锐的庞城。 此时竟主动外出了,想必他接下来有什么行动,意识到这点,警方当即跟了上去,同时留有另一组人,观察庞城家里是否还有其他动向,庞城是带着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出的门,一个叫做郭飞,华明,一个叫做金放,华明。 几人坐上小轿车,一路飞驰离开了村子,最终在边境黑老寨落了脚,而庞城在到了地方之后,马上选择了开车返回,看起来他倒像是个称职的司机,那么被他放下车的郭飞和金放,做什么去了呢? 警方连忙跟上,果真看到他们偷偷上了山林。 越过了边境县,究竟是跨国毒品交易,还是暴力的边境走私活动,此时仍没有定论, 但他们这般偷偷摸摸,小心翼翼的样子,已经印证了他们参与的这项活动一定是不正规且涉嫌违法的。 与此同时,庞城家里也有了新动作,留守在那里的警方发现他家里出来了五个人,同样坐上小轿车离开了, 但方向并不是边境线,选择在此时分别出门行动,这意味着什么呢? 郭飞和金放下车时,鬼鬼祟祟的,是不是还回头张望,看起来反侦察意识很强,然而警方也不是赤诉的。 他们早已选好了埋伏地点,静观其变,在几个小时之后,郭飞和金放再次返回了位于我国境内的黑老寨, 而警察再也发现,此时的他们,手上各多了一个白色编织袋,只见这两人选了一处草丛,将编织袋扔进里面,还小心地选一些杂草,在上面遮掩,而后便藏在不远处没了声响。 他们究竟是在做什么?此番举动看起来更像是在等人,或是钓鱼,警方并没有轻举妄动,还是决定在观察一番。 大约两个小时后,黑老寨出现了五个人,正是从不久前从庞家出发的那伙人。 这五人实在狡猾,一开始还故意往反方向行驶,坐视这般小心,谨慎,背后目的一定不可告人。 果然,看那五人来了之后,郭飞和金放便从藏匿处出来了,将编织袋交给他们,还交谈了好一阵,似乎是在嘱咐接下来的行动。 而警方在监视他们的同时,也对编织袋的状态进行了分析,编织袋自然下垂,外表很光滑,而且可以随意揉搓变形,里面装的应该是粉末般的物品,结合旁程多年前因运输,毒品被抓。 警方推测,编织袋里装的大概率就是毒品,这两大袋子可不轻巧,接下来这编织袋又会被如何转移呢? 之后,在返回黑老寨的时候,两人故意把白色编织袋扔入某处草丛中,随即便躲入了旁边的树林中,不久以后,从旁程家出来的五人也来到了黑老寨,但是他们却没有跟另外两人会合。 反倒是从草丛中拿到白色编织袋后,汽车向山中走去,接下来民警的重点也转移到了白色编织袋上,这份从境外到来的包裹,究竟藏着些什么呢? 它又会被转移到什么地方,最终交到谁的手中呢?经过继续的跟踪调查,警方发现,那五名可疑人员没有选择走大路,反而是专挑一些稀奇古怪的小路,足足绕了二十多公里, 才来到了盲市遮放镇护拉村的一片玉米地中,在这里并没有人来接应他们,只有一辆可疑的三轮车停在路边,五人随手将白色编织袋放到车上。 然后四处观望了一番,拿起地上的树枝遮盖住编织袋,随后便离开了,就在他们离开后不久,一名穿着汉衫的壮年男子从玉米地里走出,并主动坐上三轮车,进而驾车离去。 这时,一位眼尖的民警说道,刚才那个人好像旁诚的七弟唐某啊,这件事情怎么跟他扯到一起了,之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,难道他就是最后的买家吗? 旁边的另外一位民警反驳道,不可能,唐某没有零售贩毒的渠道,应该也是毒品转运中的一员,我们追上去看看。 之后,经过一路的驱车追赶,警方发现唐某将三轮车开入了一个偏远的山村,然后把白色编织袋交给了一个名叫阮老板的男子。 巧合的是,这名阮老板刚好就是警方了解的一个长期做零售贩毒的可疑人员,但是因为之前一直没有证据,警方也无法对他进行抓捕,这应该就是交易的最后一站。 结合阮老板的生意,接下来就是他向外兜售毒品的时候了,为了避免这些毒品流入市场,警方还是决定在此时采取行动,抓他一个人赃巨货。 措手不及,随即,侦察人员翻墙进入了阮老板的院子,听到异常响动,阮老板也是一惊,连忙就要将明面上的毒品扔向后窗的山坡,而民警拿理容的他继续这种小动作,迅速把枪抵在了他的后腰上,冰凉凉的枪口抵在自己腰上,警方那凌厉的气势让阮老板直接举起双手。 放弃了抵抗,面对警方的进一步询问,阮老板有些吃不消了,他只好再次改口,说是别人从境外运来的,可警方问那人是谁时,他竟然还是犹犹豫豫不肯松口,最后甚至直接装晕,场面十分滑稽,边境警方多年打击这种毒品交易。 自然知道阮老板在收到货后应该做什么,所以也不顾他装晕,直接从他身上摸了手机想要打开,阮老板一看这架势,不得不从装晕的状态中清醒过来,最终扭捏许久,还是交代了经过,与此同时,一路人马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庞城家中。 讽刺的是,庞城一家齐聚一堂,正在别墅内聚餐,只是庞城没想到,自己高兴得太早,不过聚餐庆功的行为,也算是方便了警方,让警方能最快速地将这些人一网打尽。 值得一提的是,警方在抓捕庞城的时候,庞城的父亲竟然悄悄地往外跑,打算帮儿子清理赃物和钱财,殊不知,外围的侦察员早就严密地布控在庞城家内外,很快就控制了庞城的父亲,看着成捆成捆的百元大钞,难以想象,这竟然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。 在警方的雷霆手段下,一共清缴了28.08公斤的违禁品,并且抓捕嫌疑人11人,其中9人都是庞城的亲戚,这其中更是包含庞城家老中小三代人。 在警方收网的时候,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一开始警方审问的时候,本以为庞城的妻子唐安琪可能只是知道庞城是做什么的,并没有参与其中,可一番调查后却发现,唐安琪居然在缅甸有亲戚,庞城在缅甸的货也是唐安琪找门路联系的。 不得不说,这对夫妻一个有头脑,一个有胆子,可两人的精力全都没放在正途。 本来可以从轻处罚的唐安琪,不仅将亲哥哥拉下水,还是犯罪团伙的主谋,尽管唐安琪从来没出过手,可他在警方眼里就是主犯。 至此,唐城一家全被抓,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,按照运输和贩卖数量,主犯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。